特别的 就是特别的 就是 就是那种新鲜感会比较强 知道吗 对 真是这样子的 你们要 你们要这么想 知道吗 你们要这么想 真是这样的 你现在去 我跟你说 你现在去 你现在去真的 现在去在那里直播的人 一刷一大把 谁还看你直播 是吧 那时候用个手机直播 都有人看你 你现在无人机 摄像机 各个无人机 给你飘飘飘飘飘 谁爱看你呀 我的天哪 选择看 他选择看无人机的 也不会选择看你手机的 选择看手机的 也不会选择 选择看相机的 也不会更不会选择 你这手机直播的 模模糊糊 啥都看不见 对 是的 很正常 我觉得现在更需要什么呢 现在更需要的 就是坐在家里面 跟你们聊天 现在更适合什么 更适合就坐在家里面 跟你们聊天 那是最好的 真的 第一 第一 歌曲 听艳了 看我嘛 也差不多 看艳了 看我也看 差不多 已经看艳了 已经 已经看我 已经看得 就差不多 就这个样子 看完了 唱歌嘛 我唱一首歌嘛 全网 一百个 一千个主播 在唱这首歌 对吧 火了一首 洛言嘛 几万个 成千上万的 主播唱洛言 也不在乎 囤囤这一个人唱了 然后你说 要我出去户外 直播吗 我想我一个人 在户外直播 一直唱歌 一直唱歌 哎呀 我觉得真无趣 知道吗 我觉得真的无趣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我 我去户外坐 坐户外 我真的说实话 我真的 我站在那里 一直唱歌 一直唱歌 我感觉我像 我 我真的感觉 我真的很无趣 你知道吗 我在家里面 我还能给你们 蹦蹦李花筒 在家里面 我一开心 大哥给我刷个家年华 我还能蹦李花筒一个 在外面吗 一首接一首 一首接一首 公平看不到公平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干什么 知道吗 你像我去找一个男孩子 组合 我也想过 找个男孩子之组合 哎呀 我也知道 找个男孩子之组合 其实有很多人想 就是想跟我合播 但是我又想 我一出是合播呢 嗯 会不会又很约束的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有 有很多那种 流量还可以的 大咖 就是跟我 跟我想合播 但是我又想 哎 想来想去 感觉 你以为我没想啊 你们以为我没想啊 我应该就是 想这种直播内容 应该是想的很多的 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要合播 黑粉肯定很多 低 很正常 你要合播 你就人气旺 啊 你人气肯定会要 比现在的家里面好一点 知道吗 你合播 人气肯定稍微 比家里面好一点 但是 我当然想过了 你要合播 你就要接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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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黑粉 你就要接受这一点 知道吗 那是 那是常态 知道吗 那是常态 嗯 哈哈哈哈